哈喽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做运动的这个时光,欢乐的时光 做运动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不爱锻炼的人 从小到大体育课就是上得非常痛苦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强壮的体魄 一份好的精力的话,想要做很多事情都是蛮难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起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一边运动一边带小孩的一些小窍门吧 我的总的预算时间是30分钟,因为我只有30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就把每一个机器分配10分钟左右的样子 与此同时,我的小孩也在我的旁边玩耍 我会把我的窗户门打开 然后能够看到他们在外面的这个小院子里面骑自行车 所以这个时间相当于是双倍的,我可以监管到它 然后也可以自己运动一下 把一份时间重叠起来使用 这个就是能够节省时间的一个小窍门 因为你在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可能一边跑步,一边听一些英文单词 然后一边看着你的小孩 这样做虽然不能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把三件事情都做到百分之七八十 前提就是你先要给自己找好一个安全的环境 把小孩放在你能够监管的范围之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保证他的安全是第一位 然后你确定了周围的环境没有大的问题 然后他也不会走失或者是也不会受伤的话 在这个大的安全的范围之内 你就可以分心做一点别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帮他清除了刚开始的一些潜在的危险 那么在清理好这个环境之后 你布置好了这个场景之后 你可以把小孩放进去 给他一些书,给他一些玩具 给他一点小的零食 这样他就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自娱自乐一下 然后你就接着这个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妈妈需要一个单独的时间来独自相处一下 释放掉自己内心的压力或者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在完成了时间上跟空间上的重叠之后 最后的一步就是看你的想象力了 如果你有一颗坚定的心 一切的环境和时间都是不成问题的 关键是你要有那颗坚持的心 在生活当中用一双发现的眼睛去寻找周围能够使用的一切的器材 例如说矿泉水平 一条绳子 一个楼梯 你接送小孩的一个路线都可以成为你健身的场所 也都可以成为你健身的一个器具 这关键就是看你自己的想象力 还有一颗坚定的心 我希望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健身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景象 能够激励大家去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有了好的身体才有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点赞分享和留言